炸好的猪排金黄酥脆 还有泡菜口味 糖薄薄姜 章鱼 是要各种创意猪排 主打年轻客群 王品旗下的品田牧场 全台28间分店 但彰化店即将在4月底歇业 店都要收起来觉得蛮可惜的 无奈不会也没有办法 民众听闻好震惊 因为彰化品田牧场 位在黄金地段 开了9年神已兴隆 不少人猜测 是否因防疫新规 室内保持1.5公尺距离 让餐饮业备受压力 其实因为当地品田牧场 所在的这个商圈 有几准的现象 所以我们在去年10月的时候 就已经决定 彰化品田牧场到期不续租了 绝对跟疫情没有任何关联 但集团公关再三强调 早在疫情之前 公司就决意歇业 不过彰化另一家老字号 欢乐牛排馆 也要在4月6号洗灯 对 我们家以后都要跑比较远才吃 没办法大环境就是这样子 牛排主餐还有浓汤沙拉吃到饱 经济又实惠 欢乐牛排馆在地经营20年 不少彰化人从小吃到大 听到歇业都相当不舍 业者也坦言疫情冲击来客树打减 小型商家可能疫情影响比较少 但是大型的商家 位置的比较严重 因为刚才有5300 店内空间原本可以容纳200人 但阴密社交距离还特别拉大 桌与桌之间的距离 虽然歇业主因是足月到期 但疫情也让餐饮业雪上加霜 恐怕是压到扁锁餐饮的最后一门稻草 记者群盛为徐玉文 蔡敦宁 彰化报道